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个人小小的分享 现在是三月份2024年 个人多两个星期就要出发到中国北京自助游 个人想要在出发前购买动车票 经过手机应用程序铁路12306 个人想要订购的是动车票 从北京北站到巴达林长城站 然后再从巴达林长城站回到北京北站 因为这动车票个人担心 到了中国再买有可能会买不到 所以个人就希望是可以在出发前买到这动车票 那就会比较的放心 首先要下载铁路12306的手机应用程序 用手机应用程序中文版注册 那注册的方法呢 也可以用网页版注册 那可以经过iPad或者是其他的Pad或者是电脑 那个人建议呢 经过网页版呢 个人建议是用英文的网页版 那就可以找12306英文版 然后呢 用英文版注册 个人觉得呢 会比较的理想 因为呢 用英文网页版 铁路12306知道是外国人 所以呢 要输入的资料呢 要填写的资料 都是复照的资料哦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个人觉得是最好 最理想 也最快的得到铁路12306 验证身份 那首先呢 先下载 下载铁路12306的手机应用程序 然后来到首页 然后选择我的 然后选择设置 然后选择语言设置 然后设置英文 个人觉得用英文版本 会最快的得到身份验证 所以这是最省时间的 然后选择密 然后选择resistant 然后填入自己的国家 姓名 复照号码 复照过期日期 出生日期 性别 用户名 那这密码呢 就要注意要加上一个下滑线 是这个下滑线 要记得是这个下滑线 那就不是这滑线 是这一个下滑线 那或者呢 是可以是数字 或者是字母 加上数字 加这下滑线 那密码呢 最好呢 就是有加一个下滑线 然后呢 再确定密码 然后输入电子邮件 输入电子邮件 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正确 不能够输错电子邮件 哦 因为铁路12306 非发电子邮件 需要打开电子邮件 然后点击连接 才能够激活 这电子邮件 哦 这非常的重要 然后同意 然后Next 就能够收到 铁路12306的电子邮件 然后寻找到连接 点击连接 就能够激活电子邮件哦 在电子邮件连接 点击激活电子邮件 才算是完全成功 注册到铁路12306 就现在点开铁路12306 那就可以选择login 就用之前的用户名 或者是电子邮件地址 加上密码 就可以登录login 登录英文版本过后 就可以选择me 选择me过后呢 就来到设置 现在呢 就可以更换语言哦 那就可以选择 语言 然后语言呢 换成中文 换成中文版过后 选择我的 然后选择 人证和验 选择人证和验过后 就必须要上载两张照片 第一张呢 就是护照的第一页的个人信息 那第二张照片呢 就是手持证件照 就是自己拿着护照的第一页 然后照片必须要看到自己的样子 和护照第一页的资料和照片 然后同意 然后立即上传 人证和验需要等待三到五个工作日 人证信息和验成功的时候 铁路12306 费发信息通知 人证和验之后 就可以用用户名或者是电子邮箱地址加上密码 在中文版的铁路12306登录 可以在首页选择我的 选择我的过后呢 就选择着人头像 选择头像过后呢 要看到个人信息是以通过 然后邮箱是以可验 如果需要帮家里人或朋友买高铁票 火车票或者是动车票 就需要在乘客人 那添加资料哦 朋友或家人买呢 就可以添加乘客人 添加乘客人呢 那如果是外国人 就必须要写附照 那是马来西亚人 就填写马来西亚 然后填写附照号码 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别 附照有效日期 然后这是联系方式是2选1 2选1呢 就是填入电子邮箱 填入电子邮件 记得外国人如果没有中国手机号 就要用电子邮件验证 那就不需要填上这电话号码 这里有写是2选1 那除非呢 外国人有中国手机号 那就可以在这里添加手机号 如果没有中国手机号 就2选1 然后呢 就添加这电子邮件就可以了 然后就完成 完成呢 也需要上传乘客人 附照的第一页 乘客人要等待铁路12306身份认证 也必须等待三到五个工作日 只要等待乘客人身份验证已通过 就可以帮家里人或者是朋友买到高铁票 或者是火车票或者是动车票了 现在是失业份 个人的朋友要到北京旅游 那个人呢 就会帮朋友买北京北站到八达林长城 再从八达林长城回北京北站的票 那首先呢 就已经注册好了12306 那身份呢 也经过了验证 也通过了乘客人 也通过了验证 然后呢 就可以来到首页 首页呢 就可以这里呢 要选择出发的地点 北京北站 然后要到达的这地点呢 是八达林长城 那这里呢 就有八达林长城站 然后呢 就可以寻找车票了 那这个车票呢 可以选择是只看高铁或动车 然后呢 就选择日期 打个比喻 个人是要买两个星期后的 那两个星期后呢 是可以买到4月26号 然后呢 就可以选择这要的时间 记得呢 就要看往返来回都有票再买哦 记得哦 那也可以经过斜程 那斜程呢 是可以看到 一边是到的票 一边是回的票 那个人也觉得蛮好的 只要在铁路12306 认证过后呢 也可以在斜程 购买这动车票的哦 那个人呢 现在是选择这8点13分了哦 那现在呢 显示是二等有票 那一等也有票 那个人呢 是选择二等 然后呢 就可以议定了哦 那议定呢 就这边呢 要选择添加乘客人 那乘客人呢 必须也是要通过身份认证 已经上传了这附照的第一页 就是朋友的这附照的第一页 已经上传了 那选择乘车人 那选择乘车人过后呢 就确认 那确认过后呢 最主要是检查好所有的信息 对不对哦 那对了过后呢 那这里呢 有这个位置 那可以选这个位置哦 打个笔意是要窗口的位置 就选窗口的位置 然后提交订单 就可以全部都对了过后 如果需要买返程票 就可以在这里选择 然后选择返程票 因为现在个人是测试买票 所以呢 只买单程票 后就可以支付了 立即支付 那立即支付过后呢 这里呢 就有银行哦 那一般呢 都是显国际卡 要显国际卡 就是如果是用信用卡 当然如果支付宝呢 有遗额也可以用支付宝 或者呢 已经把这信用卡呢 已经添加在微信支付了 也可以用微信支付 就选这国际卡哦 过后呢 就可以填这信用卡号 还有有效期 还有这个输入这CV号码 输入信用卡后 就选择下一步 就会收到马来西亚银行 发来的验证码 然后呢 输入验证码 然后选择确认支付 然后这订单呢 就支付成功哦 好了 这里呢 就会出现 购票成功啦 那就是成功的购买这北京北到八达林长城的站哦 那所以呢 是个人觉得 只要提早注册呢 是来得及买这动车票的哦 要查看订单可以来到我的 然后选择我的订单 然后呢 就选择是本人车票 那现在呢 就可以看到呢 这个订单是成功议定了哦 那成功议定 这个车票呢 是可以在当日车还没有出发之前 动车还没有 开动之前是可以退票的哦 那就在这里退票 退票过后呢 这个退款呢 是根据12306的这个条款退票 的话呢 就可以按确定 然后呢 确定退票 那退票过后呢 退票过后 这里有看到 延价票是25的 退票 费率是零 然后手续费是零 然后共计退款 是会退25元人民币 然后呢 就退到 这沿路返肥 就是回到 这信用卡 就是用哪一个信用卡扣账呢 就会回到哪一个信用卡的哦 所以个人觉得 自己学会过后呢 在中国自助游呢 还是很好的哦 要确定已经退款 可以选我的 然后选择我的订单 然后呢 在这里选择已支付 可以看到呢 是已经在这个详细呢 这里呢 选择已退票 然后可以点击信息 然后可以选退款详情 就可以看到已成功退款 这国际卡 然后呢 这里呢 也会显示 已成功退款到国际卡 那就是申请退票退款中 已成功退款到国际卡 要知道退款后多久到账 那也可以呢 在这里选择 就是可以看到 如果需要在线询问呢 就可以按更多 那更多呢 这里呢 就会有在线客服 那个人呢 也觉得蛮好的 就是这铁路12306 也有电话 咨询 外国要打到12306 咨询是加86 那比如个人是到北京 就加10 然后加12306 那中间的10呢 是北京的这省号 打一个比喻 如果是到上海 那就可以加8621 是上海的省号 然后再加12306 就可以打到这咨询电话了 电话接通后 可以选择1普通话 然后再选1客运服务 然后再选0人工服务 那等待的时间呢 是少过15秒 是非常的快的哦 个人再小小的分享 根据网上的资料 虽然铁路12306 网页版英文版 是适合外国人注册 但在注册过后 再次的登录 要上传照片的时候 这系统呢 会出现系统繁麻 就是无法把照片上传 个人就上网找了一些资料 根据网上的资料 铁路12306网页版 游览器是IE游览器 那个人的是用 Google Google Chrome游览器 所以呢 在上传照片的时候 会出现系统繁麻 如果有朋友也是在 网页版注册过后 遇到系统繁麻 个人建议呢 就是在手机下载应用程序 然后在首页 然后在我的 然后在设置 语言设置 然后转为英文版 登录英文版本过后 就可以选择密 选择密过后呢 就来到设置 现在呢 就可以更换语言哦 那就可以选择语言 把语言呢 换成中文 过后选择我的 然后选择人证和 验 选择人证和验过后 就必须要上载两张照片 第一张呢 就是护照的第一页的个人信息 那第二张照片呢 就是手持证件照 就是自己拿着护照的第一页 然后照片必须要看到自己的样子 和护照第一页的资料和照片 然后同意 然后立即上传 人证和验 需要等待三到五个工作日 人证和验之后 就可以用用户名 或者是电子邮箱地址 加上密码 在中文版的铁路12306登录 一样的 在铁路12306 中文版手机应用程序 注册后 在第一次登录 那在中文版登录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这个需要进行校验 然后切定过后呢 就会有要用冷念 那用冷念呢 是同意 开始 那就会呢 出现了这个见证类型呢 暂时不支持指向 现在呢 是用这个短信验证 短信验证是需要中国号码 所以呢 用这中文版铁路12306呢 在第一次登录的时候 外国人是不可以登录的哦 是因为没有中国的手机号 所以就必须先登录英文版的铁路 12306 那就是一样哦 也要呢 先回到首页 回到首页 一样呢 是要更换语言 更换语言到英文 语言设置 然后到英文 到英文版过后呢 然后登录 登录过后呢 然后再转中文版 然后呢 再选择人证核验 那就核验过后呢 就可以在手机应用程序的中文版登录了 所以个人认为 在中国大部分的手机应用程序 或者是网页版注册 那个人觉得是用电子邮件的地址呢 注册得到验证呢 会更加的理想 可以节省时间 因为在中国大部分的手机应用程序 如果是用马来西亚电话号码注册 那是得不到验证的 所以呢 用电子邮件注册 登录也用电子邮件地址登录 个人认为这样会比较理想 个人之前有分享过买故宫的门票 是需要到英文网页版 那就适合外国人 那铁路12306呢 个人认为是在手机应用程序 12306的英文版 适合外国人的哦 所以个人认为 注册铁路12306 最好是可以在20天之前或更多 因为铁路12306 需要花3到5个工作日 身份认证后注册人可以买票 那当然在注册的时候呢 可以一起把这乘车人的资料 复照信息一起添加 那就一共呢 是用3到5个工作日 一般订购高铁票或火车票或动车票 会在15天之前就可以开始议定了 所以15天之前再加上这注册人身份认证和乘车人身份认证 那一共呢 是可以在20天之前或更多就要注册这铁路12306了 让人小小的分享 因为个人就是在注册过后5天得到身份认证 然后要帮家里人买动车票的时候才发现 乘车人也必须要身份认证 那再添加这乘车人的复照资料 要再等待多5天 所以呢 就要总共就花了10天的时间拿到身份认证 那当时个人就担心5天过后 到长城的动车票会卖完了 所以呢 个人最后决定就经过了China Decade Online买的动车票 那一样呢 也是要上传复照的第一页信息给China Decade Online 那这经过这China Decade Online买或者是其他旅行社 当然就有一个手细费 个人是付了大约一张票的手细费呢 是美金7元多的 所以呢可以随自己的喜欢 如果觉得这没有时间注册铁路12306自己买票 那也可以付费呢 那里行社买或者经过China Decade Online买 也是挺方便的 那可以跟着自己每一个人的议算开销 个人小小的分享 打一个比喻万亿 只是打个比喻万亿 如果在出发前在马来西亚注册了铁路12306 无法上传复照信息 得到人证核验 那就无法在马来西亚出发前呢 买到动车票或者火车票或者是高铁票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经过旅行社或者是China Decade Online 那必须要付手细费就可以买到动车票或者火车票或者是高铁票 个人小小的建议 等到到了中国过后 可以到任何一个高铁站 火车站或者是动车站 到窗口柜台 把自己的副照交给工作人员 让工作人员做人证核验过后 那以后呢 下一次到中国就可以在出发前买到动车票或者高铁票或者是火车票了 个人从先五门酒店订滴滴车到达北京北站 20分钟 车费大约是26元人民币 滴滴车会停在北京北站的前面 大约步行两三分钟就可以进入北京北站 个人建议如果是第一次到达北京北站 可以提前就是乘坐动车的时间出发的时间的前一个小时 到达北京北站 这样就可以避免路上堵车 而耽误了时间错过了动车 巴达林 谢谢你哦 个人买的这趟班车是和谐号 个人买的是二等座位 22分钟到达巴达林长城站 旅客年好 本次列车今日消毒 列车运行期间 请您佩戴好口罩 做好轩计计 感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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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 感谢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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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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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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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我们 我们 欢迎 欢迎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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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